接下來到了客廳喔 老公來 這個應該是放毛巾之類的東西吧 應該是吧 應該是 然後呢 這個客廳比較特別是 他的腳下呢 有一個很大的透明的玻璃 唉唷 會不會丟下去 不會啊 你看 唉唷 很尷尬喔 它非常的長壯 都不會破喔 老公是不是 是還沒有破啊 然後飯店很貼心 幫我們準備了一個 香檳 我們的蜜月香檳 然後還有一個 看起來好像有點弱的這個水果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 床主 不是床主的啊 沙巴巴 然後從客廳呢 往外 推 啊 欸欸 啊 哇 哇 人生多美好 是不是 老公 這個地方 就是 馬爾地夫 這有一個 吊床 你看 你看 我都不怕會掉下去喔 喔 喔 哇 很尷尬喔 爬起來嗎 爬起來嗎 爬起來啊 有點狼狽就是了 你還可以從這個床 滾到這個床 哇 再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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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滾到這個 跳床 哇 喔 老公你看 下面 下面下面 都是海喔 你有沒有那個膽 所以下午喔 在這邊 睡個午覺睡一睡 想要清醒的時候 就這樣子翻過去 你就可以游泳了 這是危險動作 請勿模仿喔 阿姨是有練過的 所以阿姨建議呢 各位小朋友 可以跳來這邊 這是一個 每一個Villa都有準備的游泳池 非常的漂亮 再來 你也可以直接用走的 不要像我剛剛是用跳的 你可以走到海邊 海底 非常輕鬆的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 一跳 這裡還有個吊床喔 這麼大的房間 為什麼要給兩個人住呢 雖然是有點無聊 然後以及躺椅 唉 哇